现在的娱乐圈可是对受关注的圈子 里面的明星各个都是公众人物 所以娱乐圈也是人们关注的圈子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娱乐圈中的绯闻态度 所以社会各界才会广泛的关注 而且这些事情也会成为人们在茶余饭后 津津乐道的话题也不知是真是假 但是可以作为趣事被大家所传之 而在娱乐圈中还有许多的禁忌 这些你知道吗 不要与谢娜吃饭 谢娜作为太阳女神 可是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喜爱 谢娜的微博粉丝数量更是突破了一亿人 成为了全国粉丝数量最多的人 谢娜作为快乐大吻营的主持人 这些年来也随着快乐大吻营的热步 名气大噪而一直被大家所喜欢 那么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的谢娜 不能够与谢娜在一起吃饭呢 原来关于谢娜逃单的说法是越来越多 这个消息最初是由谢娜的好友何炯付出的 何炯有一次看玩笑说 与谢娜出去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先说好这顿饭水情 要不然谢娜一定有办法逃单 要不是结账的时候找不到人了 要不就是结账的时候去累生结 何炯作为谢娜的好友 这个消息不知是真是假 不要与谢娜喝酒 上面说了谢娜逃单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禁忌 就是不要与谢娜喝酒 因为谢娜从来不喝酒 只喝过汁 而且喝的时候还要鲜热一下 所以与谢娜喝酒是很无趣的 不要与吴京喝酒 上面说 那不要与谢娜喝酒 是因为谢娜从不喝酒 而这一次说 那是不要与吴京喝酒 这又是为什么呢 吴京因为战狼二而大火 吴京也因为这部电影得到了很多的东西 吴京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 就是硬汉的形象 而吴京的酒量 也是如同吴京的形象一样 在圈内可是小有耳闻了 据说吴京在战狼杀青的时候 非常的高兴 跟所有人对饮 而且还要求咏盆子喝 看来吴京的酒量真的是很大的 一般人是不敢这么喝的 不要与周冬雨同台 周冬雨年纪轻轻就成为了饮后 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的 那么为什么说不要与周冬雨同台呢 大家都知道 周冬雨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影后 与周冬雨同台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目光 都会被周冬雨所吸引过去